Hello 大家早上好 我是Amy 而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有个客户之前呢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小孩子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 然后呢没有味觉 在家隔离 有看了医生然后在家隔离 然后他在我来我这里拿了这个维他命C啊 锣绘水啊 晚安啊 S3加 然后我叫他怎么磕 然后我有去跟踪问候他 然后他今天跟我说已经好了 没事了真的是太好了 恭喜他小孩子没事了 现在外面还有很多人就感染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就是小孩子免疫力低 这个强到失衡了 才很容易感染 抵抗力比较差 然后呢 今天我奶奶可以跟我说 听到别人说学校里面有小孩子感染了 导致那整个学校都要不能上课 然后呢要在家里去上网课 所以现在真的是要增强免疫力 增强免疫力啊 就是饱啊 把免疫力增强了 要多喝维他命C 好了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一段这个视频 看看专家怎么说我们这个肠道失衡 需要益生菌可以怎么样起到一个增强免疫力保护的作用哈 那就这样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按订阅 帮我转发 可以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啊 谢谢 谢谢你们 爱你们 哦对 给你们声明一下 我们这个营养 这个康宝莱这个营养不医病 这个就是不医病不整顿任何质病哈 他只是细胞营养就是细胞健康 人就健康 谢谢大家 我可以把我跟我这个客户 印识好多年了 印识有五六年了 就是大家感情都比较好 我把那些名字那些 点点掉哈 就是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 记录发给你们看一下 他就是小孩子有 就朋友的小孩子有感染 新冠病毒 然后呢 喝这个维他命C 有改善 有 习惯可以帮到你们哈 就是你没有感染 也要多喝 就是预防生育治疗 增加免疫力 预防生育治疗哈 那就这样先哈 肺炎患者长度微生态失衡 对者成功研发益生育配方 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 减少病毒感觉风险 希望在几个月内推出市场 中大医学院2至3月 收集了本港15个患者 由住院至出院的分别样本 和健康人士的样本比较 肺炎患者 无论有没有辐射 长度都缺乏一系列的益生育 无法抑制长度内A-12的受体 令到新冠病毒 禁易在长度繁殖 虽然字面有益生育产品 但通常抹菌寿命短素能不足 或者未能够抵抗胃酸 中大利用大数据分析 超过1700个分别样本 研发益生育组合配方 将会制成补充剂 加入去日常饮食 以后发明已经在中国和美国申请专利 研究也已经在国际医学医院发表 我们不是说要拿来針对治疗 新冠病毒肺炎的病人 反而我们觉得更加宏观 了解到长度细菌失痕 是直接变强到我们的抵抗能力 所以我们觉得透过这个补充剂 加入去我们的食品 令到我们的饮食能够更加健康 正与这个很多不同的食品公司 重货公司来商讨 我们希望可以在几个月之内 可以提供给市场 我们希望可以适合给每一个 我们广大的市民 无论你是住在一个普通的屋邨的地方 或者住在其他不同很高层的地方 其实都是说法可以给大家应用的 所以我们下面给你 另外一个地方 为了知 judgments every关于我们需要的人 可以自由 代表 但是在世界 Whoa 之前就上带来了 这一utter 坐坐坐坐坐